早,老铁们 今天起得特别早 五点多就起了 因为今天要去打疫苗 我是分到了上午的批次 八点到十一点半的 但是我还是想着提前过去 因为晚了去的话 可能会比较多人 拿上我的天朝护照 今天出门带个五十万就好了 因为和内线在社会隔离 打车是打不到了的 像他们当地的打车软件Grab 上面的轿车的板块 是直接抹掉没有了的 然后外卖的服务也是暂停了 头发的话也是一个多月没有剪了 看起来是十分的萎靡 今天起床还蛮兴奋的 因为要去打疫苗了 在越南疫情愈演愈烈的情况下 能够打疫苗是一件 让自己感到十分有安全感的事情 因为要知道 越南大部分人疫苗难求 在这里真的十分感谢咱们的祖国 作为中国人我真的很骄傲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台出租车 它用塑胶磨浆后排与前面隔开了 这样子的防疫措施就蛮有必要的呀 越南早该这么做了呀 这辆出租车是我打电话叫的 我朋友告诉我 打电话给他们的总台 告诉你的需求是去打疫苗的话 其实出租车是可以出来拉客的 它是可以把你接到你想去的目的地 现在我们到了河内传统医学综合医院 到了医院后直接走进去 会看到有接待处 接待处的工作人员都是会中文的 然后他们会指引你用Zara去完成一个健康登记 完成健康登记后 你会拿到一份接种疫苗同意书 然后你还要给现场的工作人员过一遍 检查一遍 完成了之前两个步骤之后就可以上二楼去打疫苗了 在现场有一幕令我十分感动的就是 当时我和现场的工作人员说明我的情况 就是我之前登记过打疫苗 恰巧的就是在那段时间 我不小心的把自己的手弄骨折了 然后错过了那一次打疫苗 然后这一次其实是我自己托大使馆的人帮我补名单补进去的 所以当时我跟他们说明了情况之后 他们查询了一下也查到 我确实是有补贴进去到名单里面 而且还说了一句 疫苗管购放心 在现在疫情如此之严峻的节骨眼下 而且自己一个人在海外 听到自己的同胞对自己说这番话的时候 心里面是十分十分的感动的 好 现在我们就打完疫苗了 打完疫苗之后有一个接种证明 大家一定要妥善保管好 因为打第二剂的时候是还要用上的 而且后续可能也是会有用的 所以切记要保管好 现在坐上回去的出租车啦 可以看到这个小哥他包的塑胶膜 比刚才那一辆去医院的车要好很多 2.0的版本会更安全 和大家聊一下这次打疫苗的感受吧 以前自己还待在国内没有出国留学的时候 对自己所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公民 可能没有多大的感觉 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像我一样在海外的 都知道一个国家的强大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你可以不用像阿富汗人民一样 死死的拽着美国的运输机 冒着被摔死的风险 只为重生 也不用像越南人民一样 整个国家都在等着其他国家的疫苗援助 这就是我作为中国人最自豪的一点吧 相比在国内的声音一致性 出国你能在Facebook或者YouTube上看到左右不移的声音 但是这只会让你更爱国 当下的社会隔离我的日常供给就只能靠打电话给菜市的熟人 送到社区的大门这里给我 我一口气买了60万的又 又可以吃一个星期啦 我是河内老黄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